接下來我們進行下一回合 贏者全拿 現在請講規則 這一回合同時作答AB兩個選項 答對的累積獎金 答錯了淘汰 而每一輪留下來的最後那位 會把當時賬戶所有的金額 灌進自己的賬戶 贏者全拿 這一次總共有三輪 第一輪請出題 好開心 英文chip是便宜 date是約會 請問說一個人是chip date 代表什麼意思 A 心情不好 B 酒量X 請錯答A或B 不用按搶答你A或B 對不起我按錯了 chip date 你這兩個答案 你這兩個答案都沒有 選B 那我們為什麼選B 因為你chip date的意思就是說 你是一個很便宜的約會的一個約會對象 比如說你去吃飯的時候 你不用吃米其林 只要吃那個路邊攤 表示你是chip date 那你酒量X的話呢 你表示你酒量喝 就喝不了太多酒 那酒貴嘛 那比如我喝一個啤酒我就醉了 我就不要繼續續杯了嘛 那就酒量X嘛 對不對 那我如果喝很多酒的話 你就不是chip date了 就是 expensive date 來 陳妮曉 我覺得應該是心情不好吧 因為我覺得date通常都是在講一個約會 所以我是直接這樣子直翻 所以我覺得是餐廳或者是這個人 會讓你覺得他很chip 然後你也讓自己也覺得自己好像變得很chip 所以我就覺得是心情不好 你這掰得不錯 你是有什麼看法 就是如果是一個chip date的話 感覺上心情就會不好啊 就是你去約會 然後什麼東西都要個人負個人的 品質又不好什麼都不好 然後呢 連一個什麼 可能香腸一塊錢 兩塊錢 他都要跟你一樣 對 筋筋這樣 對 那就會心情不好 來 請公布正確請答 正確答案是 第一酒量X 剛剛郭豪哥講是完全正確的 如果說you are cheap date 代表著你酒量很小 你喝一杯倒 那我請你出去喝酒 你不用太多嘛 我們就可以聊得很開心啦 所以很便宜的約會喔 CP值很高 CP值高 兩位差的請 兩位打差的請到旁邊休息 謝謝 請增加三千塊 哎呀 哇 送我們了 下面題請出題 運動速身正流行 尤其做有氧運動 可以有效幫助減肢 請問在哪個時段做效果最好 A 早上 B 下午 請坐檔 都選擇A喔 菁姐 因為你起來是空腹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一早上起來做有氧 可以直接消耗到你的脂肪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A 早上 早上呢是人類的皮脂醇分泌的高峰啊 皮脂醇呢就是腎上腺素分泌的激素 它就可以促進你的新陳代謝啊 分解脂肪 那我們人在進行有氧運動的時候 更有效力燃燒 那早上的時候比較空腹嘛 就變成說你起來的時候可以馬上燃燒你脂肪 就像剛剛欣陽說的 但不代表其他時間做有氧運動沒有用喔 任何時間只要動起來就會有效到 你說吃飯前就要先運動 應該是說不要是吃的 不要是吃的很飽的時候在那邊做運動 那早上的話可以 他先可以不要分解食物 我覺得比較空腹耶 一定會昏倒吧 所以他會偏低 真的 都很早耶 長輩都五六點站那個 公園 可是他有牽吃東西啊 對 有道理 你跟他吃東西看看 他絕對昏倒在公園 躺一笑人 來 請加三千塊 六千啦 下面請出題 指甲刮到牆壁或黑板的聲音 讓人受不了 請問是因為什麼原因 A 音頻太高引起緊張 B 大腦以為自己被刮到 請作答 對 不會選擇大腦以為自己被刮到 不太可能吧 應該吧 我也不知道 我是用直覺耶 因為我人類還是會保有一些古代 以前那種就是人緣可能以前的那種 對於你被暴露在一些野外之後的 自我防衛的人 就像打哈欠幹嘛之類 我在想說可能 可能就是因為音頻太高 可能代表有一些 會對你有一些 影響的那種 有點感覺受到有點威脅 對 我在想 對 他大腦刮到的話 可能大腦也不會曝曬在外面 他的邏輯就是像 你打哈欠啊 你嫁沒賠啊 對 就機制防禦 對 機制防禦 可是像那個Vitas啊 他唱高音你也不會覺得很緊張 你會覺得很厲害 所以是不是更音頻率太高 沒有可承受範圍呢 是嗎 你看那個保麗龍沒有 但連誰在玻璃上 對 那個也很尖 對啊 可是你們又喜歡聽高音不是嗎 對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B 大腦以為聲音被抓到 其實我們聽到聲音的時候 聲音會進入大腦的聽覺皮質 同時呢 我們會傳遞訊號到觸覺感官 那啟動了觸覺感官 所以你聽著聽到聲音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自己的皮膚 彷彿被指甲刮的感覺 因為呢聲音跟觸覺 它是有某種部分的連結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有時候我們聽音樂啊 聽到那個低音BASS的時候 我會覺得自己身體也在動 地板也在動 什麼東西都在動 請回來 好啦 客氣請回來 這麼快這一輪 這是第一輪 那你們講這6000塊怎麼辦呢 累積到下一輪啊 直接累積到下一輪啊 我剛剛講三輪嘛 歡迎回來 歡迎回來 進下一輪請出題 謝謝 出國留學的目的是什麼 根據台灣網路聲量調查 最多人選擇出國留學的理由 是下列合者 A 提高就業薪資 B 體驗生活 請作答 請作答 哇 兩個選擇 一個是提高就業的薪 新資啊 宇恩 因為現在出國留學費用很高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提高你的就業薪資 你為什麼要做這樣子的投資 你體驗生活 你出國玩就好啦 可是有人是去打工換錢 對啊 現在很流行啊 但是那個是打工換術 我們講的是出國留學 因為其實A跟B呢 兩個應該加起來是同一個答案 對 所以A B都算對 現在很多年輕人 比如說都要去澳洲啊 紐西蘭啊 然後去農場打工有沒有 那每個月的月薪很高 這個台灣網路聲亮掉的最多人 兩個當然都有啊 才會去選擇嘛 不然呢 喔 好吧 正確答案是 第一 體驗生活 其實網友都在講啊 現實面 出國讀書呢還是有點浪漫的 希望能夠 希望能夠體驗生活 那很多網友覺得 你年輕的時候就要多出去走走 有時候你出去玩呢 沒有在當地生活 那個還是不太一樣 你在當地生活過一陣子的時候呢 你可以開拓個人的眼界啊 那體會到不同的價值觀啊 國際視野就不一樣囉 而且你待得久一點 學習外語這樣的環境 會差的非常的多喔 而且我們說的 不是在你學校學的那種外語 是你跟朋友之間交流的那樣的外語 日常溝通能力 是才能開通視野嘛 還有國際觀嘛 以前澳洲不是大寶教 還爭那個什麼 對 藝術什麼的 沒有沒有 叫島主啊 對 有有有有 還有那個教對不對 對 有 就像講小一點的話 小嫻跑到墾丁住了半年一年的 對啊 是 看個環境 他只是沒到國外去而已 兩位請到旁邊 務實派的 務實派 請增加三千 務實派 下面題請出題 請做答 不要動不動就自己扮倒 怎麼可能是小睡部吧 怎麼可能是小睡部 強化小腿肌肉啊 小腿是這裡的肌肉 對啊 要強化他 因為我有一個長輩 對 他已經80多歲了 然後他因為就是說 之前生病的關係 所以他這個小腿肌肉都萎縮了 萎縮了 所以他出去走路呢 就是都要人家攙扶啊 甚至要坐輪椅了 怕跌倒 對 欣雅不會想練習小睡部 小睡部沒有看過 但健身房很多人 在練那個小腿肌這樣 對 小睡部我真的沒人看過 對 因為這樣更容易跌倒吧 對 小腿當然練好 就是扶住你心臟的血液回流嘛 嗯 他這個這個是 第二心臟 第二腿肌肉 對 你要留到底下再彈回來 就靠肌肉幫你 如果沒有肌肉 你心臟會負荷不了 對 正確答案是 A 強化小腿肌肉 其實我們容易破該半倒的 可能它的原因就是 我們在踩的時候 腳尖沒有抬起來 那你沒有抬起來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一下這樣半倒 其實都是我們腳尖半倒 那改善的方式呢 就是強化小腿肌 強化小腿肌肉有肉的話呢 強化小腿肌肉有力的話呢 你走路的時候 就會先抬起腳尖 不容易半倒了 或是你會誤判情勢 覺得那個地方你抬得起來 結果沒有抬起來 對 然後就這樣 尤其我們錄影那個軟墊有沒有 對 很容易 常常走過去 很容易半倒 因為他太軟 太軟了 太軟了 這樣腳都沒力了 來 請增加三千 一萬二 項羽請出題 請做答 女生問男生 請做答 第三個是血壓 血壓 B血壓 是喔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B 女性的新陳代謝比較慢 其實呢 我們都去去了 根據英國每日電視報的報導 分析現代辦公室的空調 大部分是以40歲的男性的新陳代謝來設計的 那40歲男性新陳代謝比同齡的女性快了30% 所以大部分女性在這一個空間裡面吹冷氣的時候會覺得冷 所以其實他整個的冷氣的系統應該重新設計 那設計下來之後 如果根據女生的新陳代謝 他整個溫度要調高4度喔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也可以比較 讓這個女生比較舒適之外呢 也可以減低碳排量 所以你看很多夫妻或情侶不是男生 都是連上一度還在流汗 女生已經棉被蓋了這樣 對 最常見的嘛 冬天碰到老婆的腳 已經是冰了 那請回來 哇 這好難做喔 這冰都沒說真的 這一股要套套 所以你們要答對啊 不要去坐那邊啊 戰況激烈喔 戰地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拜託ATM 誰敢來Battle 訂閱拜託ATM的YouTube頻道 等你來Battle 我們去試試吃嗎 這個嗎 看到不定 有嗎 呃 那 õ 不定 有嗎